好接著是國會風雲的現場了 國民黨台北市議員陳崇文 他涉貪污醉現在交保 民進黨立委王世堅就批評 台治光背景很強硬 到底怎麼回事 我們交給主播韋佳琦 好的帶您來關注國會風雲 帶您掌握立法院的第一手消息 那麼今天首先的焦點 要帶您來看到的是 台北市的三連霸的國民黨議員 陳崇文涉貪的案件 那麼他被指控呢 疑似是收受了台治光的賄賂 那麼他來護航標案 不過曾經也是台北市議員上來到 民進黨立委王世堅今天就說了 其實他早就已經發現不對勁了 而且就台治光的背景也很硬 一起來聽聽看王世堅是怎麼說的 根本當時就不應該 去成立這一家台治光公司 然後又允諾他那麼多常駐優惠 這等於是一個馬關條約一樣 所以當時林世忠議員就有面對面 向柯文哲市長說明這個事情 所以我意思就是說 當時的柯文哲多少就意識到 這個台治光獨霸市警局監視器的網路傳輸 王世堅是強調他在當台北市議員的時候 就跟這個議員林世忠也覺得不對勁 而且還有當面去跟當時的台北市長 柯文哲來講這件事情 那麼柯文哲也發現不對勁了 只不過他說只是後來沒有明確的處理 那麼現在爆發出這樣子的案件 他覺得相當的遺憾 而立法院還有另外一個焦點 我們要帶你來關注的是還記得嗎 上週五的質詢 不是鬧出了沒收質詢權的爭議 這爭議都還沒有落幕 現在又延燒了 因為今天有不少的民進黨立委 下午都改書面質詢 那麼國民黨的立委羅志祥就點名了 民進黨立委黃傑 你們之前一直這麼在乎質詢權 怎麼你還用書面質詢呢 黃傑今天也正面回應了 一起來聽看他怎麼說 我認為是說 不管我是要當面質詢 還是說面質詢 其實都不關你的事啦 那我認為 就不是說每個人都需要 因為要為了要作秀 為了要拍抖音 所以需要有這個畫面 剛聽到黃傑是反酸 羅志強他不是要作秀 也不是要拍抖音 所以他不需要這麼做 而書面質詢也是他的權利 只不過另外一位民進黨立委 林楚音也被點名 怎麼也改書面質詢了呢 上個星期不是很憤怒的時候 還講到說他想要來質詢嗎 那麼林楚音是講到了 他自己是被嚇到了 因為上一次沒有質詢到 所以他認為書面質詢呢 是絕對最安全的方式 代表他也有能夠執行 以上是國會現場的最新消息